中國的酒類的市場有多大 貴州的茅台 平均的這個員工薪資是135萬 可以比這個竹科工程是更好 聽說基層員工開雙B上下班 這個很正常 先來說這個非常非常正常 1700年前曹操有一天晚上 看看天上的月亮 寫了一首詩 若要解憂 唯有杜康 各位 杜康球從此 就名列到中國的名酒之中 那各位你去想 中國那麼大地大物博 十幾億的人口 一個人單單沾一口酒 那就是多大的一個市場 那來跟各位談 貴州茅台多有錢 慶儀你知道嗎 去年兩次貴州茅台的不樂之捐 你知道不樂之捐總共捐得多少錢嗎 台幣4400億 發生什麼事呢 貴州省蓋高速公路沒錢 怎麼辦呢 茅台 錢拿出來 當然他就拿出來了 結果各位都曉得 這兩年新冠疫情 貴州的地方債 省籍債 付不出來 怎麼辦呢 貴州茅台給錢 兩次一次給了2600億 一次給了1800億 前前後後給了4400億 然後茅台說 沒關係啦 那個只是小商 我們還撐得住 各位你就知道茅台他多有錢了 但貴州茅台不愧 各位曉得嗎 其實歐洲的很多的理財啊 很多那種所謂的投資機構 都曾經特別來追蹤過 所謂的貴州茅台 為什麼呢 貴州茅台2020年員工數有 42281人 但我要說句實在話 這裡面可能有一萬多人 純粹都是在領薪水而已 真正做事的沒那麼多 那當然這些所謂的 這麼多人員 這個類似所謂的辦公 因為各位你去想 貴州茅台是在中國算是第三級的 第一級正國級 第二級叫做省部級 第三級叫做所謂的四廳級 它是屬於廳級單位 那各位廳級單位 當然是要聽主席啊 整個的話 所以他們的派任誰來派任呢 你不聽話可以把它換掉 所以這裡面其實非常多的人 那現在也有說一些做行銷的 等等的 但據傳中國媒體就說 貴州茅台的員工薪水高達 人民幣31萬 折合台幣135萬 這個在中國算高薪 所以貴州茅台 如果你去看他們的員工停車場 全部都好車 但先說苦菜式 真苦菜式 各位你去想 因為每天要喝很多嗎 當然不是 那個是測酒園才有 那個是測酒園 還是跟各位說 要盡量少喝酒 其實在拌渠 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那個拌渠 一邊拌 裡面密閉室 溫度夏天40 50度 冬天稍微好一點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我都看他們綁一條巾 穿一條短褲 很多男生都在那邊聚 所以其實滿辛苦的 你剛才說很會喝那個 那個是測酒園 但測酒園先說 我全世界的酒莊 我都看過很多 測酒園酒沒有吞下去的 他們都測完 就劈出來了 如果吞下去大概就不用上班了 當然就不用上班了 先來跟各位說 這幾年茅台 目前中國市值最大叫騰訊 第二叫貴州茅台 第三阿里巴巴 第四公商銀行 第五是寧德時代 他超越了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算是最近比較倒楣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 雖然騰訊的一個價格 到最近已經打了六折 他還是整個市場冠軍 那茅台市值還是高達多少 2.57兆 所以先來說一件事情 茅台大家還是非常喜歡 但茅台最近出現一個現象 你知道什麼嗎 收藏級的茅台在崩盤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為什麼 因為中國經濟下行 中國經濟下行先來說 過去茅台在政府官員當中 現在打車 算是硬通貨 什麼叫硬通貨呢 過去那個官員喔 茅台是一箱兩箱 大家送來送去 然後變成什麼樣呢 很多人過年過節 太晚也會去茅茅台 可是那個茅台呢 後來就產生一個奇怪的現象 你知道什麼奇怪的現象嗎 有人去回收酒瓶 有人去回收紫盒 有些人去回收雷射標 有些人去收裡面的雙飛 什麼叫雙飛呢 他們裡面會夾兩張單子 那兩張單子是疊在一起的 不能夠撕開 可是他們會很小心的 把裡面的酒倒出來 讓它不要破對不對 裝夾酒 所以2022白酒業 就出現了所謂新的一個變化 這新的一個變化叫什麼呢 叫光瓶酒 光瓶酒 不帶紙盒 你知道為什麼不帶紙盒嗎 這其實一減二個 先來說 環保 第一個是環保 第二個減輕重量 也可以讓運費減少 現在重點是 過去中國 是全世界最大費子的回收國 可是中國現在說 我們中國已經富強了 所以目前廣東 廣西等等 不再回收費子 所以中國的紙價這兩年漲了一倍 能夠不包紙盒 其實也好 也比較環保 所以不帶包裝 不帶紙盒 這個叫光瓶酒 可是這個光瓶酒 有個好處 而且可以直接看到裡面的狀況 當然 也比較便宜 所以目前以所謂的 中低端到高端的部分的話 光瓶酒的話 有望全線開花 但各位請注意一點 目前的光瓶酒 都是價格稍微比較低一點的 例如說像光良 例如說像蘆洲老轎的一個部分 目前是賣得很好 但現在對於中國來說 他們要把整個狀況打開 為什麼呢 過去的酒買來 是為了讓它漲價 未來的光瓶酒 希望大家真的能夠喝一點 為什麼呢 中國過去很多事情 市場的價值比較歪曲 未來的部分的話 希望能夠回歸到 市場的一個常規 但最後還是一句老老話 喝酒 喝開心 整個酒後 絕對不要開車 酒還是少喝唯一 所以這個滿好玩 這個脫光給你看 是的 我們是很清清白白的